先来看看继也门之后呢 美国国务院再一次下令 撤离美国驻巴基斯坦城市 拉荷尔领馆的所有非必要人员 美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馆发言人格里格斯利说呢 在国务院得到有关于驻拉荷尔领馆 面临威胁的信息之后 撤离人员 这是预防性措施 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旅行警告说 由于巴基斯坦目前存在安全问题 敦促美国公民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 不要前往这个南亚国家 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晚上发表声明说 几个外国和当地的恐怖组织 对巴基斯坦各地的美国公民 构成潜在威胁 格里格里斯也说 目前威胁存在于拉荷尔 还不清楚驻拉荷尔使馆所面临的威胁 与促使美国关闭驻中东 还有非洲19个使领馆的恐怖主义威胁 是否是相关的 感谢观看